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想给大家用这个小爱的音箱来实现Home Assistant的TTS 什么是TTS呢?TTS就是Text to Speech文字转语音服务 这个服务呢,我们一般要使用的话,用这种音箱 都是需要用它的蓝牙的功能,然后连接到我们安装树莓派 安装Home Assistant的树莓派的蓝牙,或者是斐旋N1的蓝牙上 最后呢,再在Home Assistant装一个媒体播放器,才能实现文字转语音 这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用这个小爱的音箱 我们用小米的API,通过网络的形式 让它去说话,Home Assistant里边的文字转语音通过网络形式 推送到我们的这个音箱上面 这个功能呢,非常的简单 比以前配置蓝牙要简单很多 所以呢,我比较推荐,如果大家有这种音箱的话 有小爱同学的话,推荐大家去使用 没事了,小爱同学 厉害了,你的问题我听都听不懂 它有点滞胀,没关系啊 我们只是用它来实现文字转语音服务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我从电脑上面给它发送一串文字 稍等下,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然后呢,我们选择开发者工具 选到服务里边 服务里边找到一个叫hello.mei的一个服务 我们选择这个hello.mei add to message queue 也就是说,添加到语音对列这个服务 然后大家看底下会有一些例子出来 我们点击填写示例 这个时候调用服务 你好天,Roy Terra,我不是小爱 大家看,这个音箱呢,就自动的说话了 它的安装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通过这个应用商店就可以安装 然后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在Home Assistant里面安装应用商店呢 可以去翻一翻我前面的视频 有介绍如何安装应用商店 如果你是使用我 我自制的固件呢 里面集成了这个应用商店 你可以去设备集成里面去找到这个应用商店 并且来添加 然后如果我们想让他说一些别的文字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下面的文字改一下 试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让他读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调用一下服务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大家看他就是,你想让他读什么就读什么 然后我现在重点介绍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是如果你的小米账户下面有多个小爱音箱的话 你要设置这个0和1,2,3这样的顺序来识别音箱的顺序 具体呢,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因为我只有一个 所以呢 我这个音箱呢 是0 0就是第一个 1是第二个 我们可以用这个参数来区分不同的音箱 上面有一个等待的时间呢 底下也是有诸文描述的 我们在这可以看 就是播放完之后等待的时间和选的 这个其实这个参数有没有都OK的 我呢 是用它来实现一个自动化的 当我的位置到达 比如说我的位置 我的手机到了小区门口 这个音箱呢 会自动说话 说男主人已经到达小区门口了 这样的话在家的人就知道 我已经马上就要到家了 好 那我现在呢 就带大家来操作一下 如何把它安装到我们的HOMASIS里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从左边选择HACS 然后大家看我已经装好了 但是呢 我现在给大家删掉 重新演示一下 好的 你看 大家看我已经删掉了 这块我也删掉 我要从头给大家演示 我的博客呢 发表了一篇文章 名字呢 就是HOMASIS 小爱同学TTS的极简方案 无需蓝牙 无需破解 没听清吗 再说一遍吧 我现在把这个音箱先关掉 这个TTS方案呢 是通过小米的服务器来进行的 网络的 我们不需要蓝牙连接 不需要破解小爱音箱 就可以实现 文字转移音的服务 下面呢 我们进行了安装 我们用应用商店安装的话呢 我们要在应用商店里添加一个第三方的库 这个库呢 是我准备好在我的Github上面准备好的 但是呢 我这里要声明一下 这个插件的作者并不是我 而且呢 我也没有找到原作者的信息 所以呢 我在这里 感谢一下原作者 我也不知道去感谢谁 但是呢 我还是要感谢一下原作者 我把它放到我的Github上 给大家提供应用商店的安装方式安装 我们把这个 网址复制下来之后 我们回到Home Assistant的HACS 应用商店的这个位置 我们点击右边这个Settings 然后呢 Settings下面这是添加第三方的库 我们第三方的资源库 我们把刚才的链接复制到这里 然后呢 右边选Integration 如果你的屏幕也出现这个这样的画面呢 就是它后台有一些程序在运行 现在不允许操作 但是运行完之后呢 然后界面会还给你 我们重新来一遍 把刚才的地址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选择Integration 点击一下保存 然后它会提示你 添加成功 然后我们在上面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 添加成功的一个 第三方的资源库 成功之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选项卡 Integration这个选项卡 如果你是中文的话呢 这个可能是集成 大家看 在这个位置就会给大家展示出一个小爱同学API方式实现TTS的一个卡片 我们点击这个卡片 然后它这边在转圈 它会转一转一段时间 因为呢 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的IP的话 Github呢 可能会对你有一些限制 如果大家方便绕过中国大陆的IP的话呢 你可能会安装的更顺畅一些 如果大家安装起来很费劲的话 我建议大家让你的Home Assistant科学上网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哈 大家看 我在下面呢 有一些描述 其实配置方法真的是很简单 我们在配置文件里面添加这三行 配置 然后 MIID呢 就是你小米APP的ID 也就是你的手机号 或者是你的邮箱 然后密码就是你小米APP的密码 然后底下就是我们如何调用的方式 我们点击这个Install 它就会开始进行安装 如果大家安装不过去 或者是遇到一些问题 一定要记得想办法让你的网络变干净 好了 你看我的 我这边提示安装完成 然后这边有个红字说要可以重启一下来生效 我们点击这个重启 然后选择 是 这个时候 我们的Home Assistant就会重启 左下角显示连接中段正在重新链接 那它重启的时候呢 我推荐一下我的频道 订阅 点赞 转发 就是你对我最大的支持 谢谢大家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的博客 把底下这三行配置文件复制到我们的剪切板 复制下来之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左侧这个Configurator 好 当这个Configurator打开之后呢 我们用左侧的这个文件夹选项找到我们需要更改的这个Configuration.yaml这个文件 我们看这个文件里面我已经配置了很多其他我自己的东西 我们把它拉到最后 在最后呢 我们把刚才的那些信息粘贴到这个位置 并且呢修改你对应的小米的用名和密码 点击保存按钮 保存之后呢 我们到配置 服务控制里面重启 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整个安装就完成了 如果你需要去使用的话呢 你可以在自动化里去调用它 它只是个服务 非常的调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好 那本期的Home Assistant小爱同学TTS极简方案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